每一間好好給你學生 跟我們這個病院實施進前 是都需要經過加管電力 中華醫師科技大學 日常是基盤後來加管電力 這次總共是有231位學生 選事要來變成加立照給民眾的給你人員 在這次名單裡面 有一位已經57歲的退休人員 入準生 他也變成整個過程的兩點記憶 等待這個外交流 外交流的進行 學生一個進程 他們都是這次要參加加管電力的 給你學學生 加管電力是整個便宜實施進的重要醫生 這次中華醫師科技大學 總共231位學生 在老師的學組合 正式完成加管電力 並完成了傳工的醫生 向前生於南丁高爾的傳靈 今天是我們中華醫師科技大學 護理系的學生加冠典禮 那加冠對於護理系的學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在加冠完之後 他們就要到醫院 帶著在學校學習的知識跟技能 實際到醫院去做食廠的一個執行 然後學習更重要的一個職場上面的一些經驗 今年總共的加冠生是231位 那今年是非常特別在疫情過後 我們全面開放也給家長們管理 共同慶祝我們優秀的護理學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長歷程 那今年所有的加冠生都是未來要去開始實習的學生 那在學校也非常謝謝老師們用心的去教導他們 我們培養未來護理專業人員的一個重要的核心的一些素養 這間的加冠典禮當中 相信大家安降的就是這位57歲的退休人員 葉俊森 他剛才是對護理的專業地是有興趣 也是希望可以成為其他學生的麻煩 我原本是念機械科的 所以完全不同的 你醫學系的東西確實不好念 所以念的有點辛苦 但是也樂在其中 其實我來念這個不是為了工作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是希望說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 其實在另外一方面來講 其實我也很希望說能夠讓這些年輕學子 講這樣是有點不太客氣就是說 給他們一個榜樣 連阿伯都可以功課念到這個樣子 其實我的功課在班上算是還不錯的 對對對 所以也希望說給這些年輕學子 有一個榜樣 然後把握他們現在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用心念書 透過傳統的儀式 讓學生了解到護理所感作的重要 好好也期待大家未來在這地方 可以發揮自己的核心的專業能力 用動力心來照顧反正 記者國務委員馬文教 林哲哭採用不得 知道了 你說work 真快 打鍵… 我們很じゃない